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化身混搭高手,穿黑色皮夹克内搭衬衫配牛仔裙,又洒又美。 正能量满满的杨子,从家有儿女的乖乖女小雪到欢乐送努力生存的邱盈盈,演技随着年龄增长日趋成熟,塑造的很多角色都被大部分观众认可。 现实中高颜值以及好身材也让她的私服穿搭一直很在线,释出的最新私服造型中,她化身混搭高手,用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内搭浅喀色的衬衫,配上黑色的不规则半身牛仔长裙,在中筒靴的加持下每出新高度,整个人又洒又美,非常值得小姐姐们去借鉴。 防风保暖又修身利落的皮夹克,在冬季是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的时尚单品。 杨子这件短款的皮夹克扩型完美,自带显瘦的黑色基础色百搭高级,小垫肩将平直的肩部修饰,利落感比较强。 大帆领烘脱白皙肌肤,敞开穿露出浅喀色的内搭衬衫,丰富穿搭层次和色彩,还能通过衬衫的小帆领,凸显出修长的天鹅颈,衬衫下摆采用塞衣角的穿法,凸显出身材的曲线美,利落又时尚。 下半身杨子搭配了一款黑色的丹宁布面料的不规则下摆半身长裙,丹宁布材质较为硬挺,带来这条裙子的扩形也很完美,高腰以及完美的扩形,修饰出杨子的好身材,与内搭浅喀色强烈的壮色将三七分身材比例呈现,休闲减零还显高,上半部修身,在宽松的下摆剪裁上使用正前方不规则的设计方式。 既精致又不乏潮流感。 杨子这套穿搭整体的配色以基础黑色为主,用浅喀色的内搭衬衫来提亮肌肤,提升穿搭层次感,脚上的黑色短靴与上半身的黑色皮衣呼应,整体的搭配效果上利落时尚,还显得整个人又洒又美。 这里是为青年提供时尚穿搭信息的创美生活家,今天杨子的这套私服混搭穿搭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杨子完命减肥,是因为新巨男主身材太好。 九头身身材不服不行。 很多人都发现杨子好像瘦了很多,出席活动的时候穿的各种造型也都比起之前,来要大胆了很多,很多人这才反应过来。 原来最近的杨子在休息了,一段时间之后又要开工进组拍戏了,而且这次和杨子合作的新巨男主角身材真的太好了,是现在出了名的时尚男郎景百然。 说实话景百然已经出道了好些年了,但是这两年一直都在拍文艺片,资源和实力都是很不错的。 更重要的是景百然的品味真的很好,身材好衣品好的他每次出现都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。 一起来看看吧! 景百然出席活动的时候看起来状态非常的不错,整个人的身材显得又高又瘦的, 穿着白色的衬衫搭配上黑色的皮质长裤。 宽松的皮裤搭配上白色的松高鞋,整个造型的颜色和衬托出来的身材比例也显得很和谐。 看起来现在的景百然也一直都在健身,身材看起来虽然很瘦,但是还是能够看出来很有肌肉线条的。 尤其是脸部的棱角感非常的清晰,搭配上微长的发型也会显得很有文艺气质。 这样的景百然身材很明显的也给了杨子很大的压力,杨子被晒出来和路人的合照里面,看起来身材真的瘦了不止一点点。 照片里面的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纹衣,卫衣的领口和袖子都有和叶边的设计,看起来还是比较精致的。 搭配上黑色的宽松长裤,但是腿型看起来真的是又细又长的,比起之前的那段时间还是瘦了很多的,你们觉得呢? 对于时尚方面的东西,景百然一直都是非常在行的,自己的穿衣打扮方面也都显得格外的惊心。 上次拍摄杂志的时候,还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搭配上黑色的铅笔裤和短靴,整个人的身材也呈现出一种九头身的感觉。 这样的手臂和腿部看起来都非常的纤细,也难怪杨子这次压力会那么大,要是稍微胖一点的话,上镜不就会被景百然给比下去了? 最近出席活动的时候真的能够看出来杨子的身材状态非常的好,照片里面的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背心,搭配上黑色的西装外套。 外套的边缘还衔接了一部分很长的薄纱,搭配上短款的皮裤,造型又会给人一种隐隐若现的感觉。 腰带上面的镶钻扣子也显得非常的帅气。 配上其刘海和盘发造型,杨子的颈部线条也被衬托得非常的修长了,你们觉得好看吗? 也难怪之前景百然会和妮妮恋爱这么多年的时间,不得不说两人的风格,确实偶尔会给人一种如出一辙的感觉。 生活中的很多造型都会给人一种很干净自然的感觉,照片里面的景百然穿着一件黑色的纹衣搭配上白色的铅笔裤,搭配上黑色的帆布鞋和一个大号的香奈儿灵格包包。 看起来真的很酷,凌乱的卷发加上黑色的眼镜框,整个人看起来就好像是日戏画报里面的美男子一样。 因为身材比较瘦,所以景百然在镜头里面看起来会有种身材比例很好的感觉,短发造型也显得脖子的线条很修长。 主要是这个角度看,真的显得景百然的脸型很小,眼镜就已经占据了脸部的四分之一,看得出来这样的脸型还是很上镜的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、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